大家好 前天我们做一期节目 讲日本有一个华人 但是他有着统战背景的 叫做刘丹宏 他本来想参加日本的NHK党 去参选NHK党的参议员的 后来被人挖出来 他有这样那样的统战背景 然后加上他自己应对非常的不利 导致最后被NHK党直接除名了 还有另外一位 待会我们会谈到 我当时做这个节目 是参照一位推特上的 一个叫做纵横日本的 这样一个推主提供的信息 然后今天我们就找到他 我们来具体的深入的聊一下 日本在这方面相关的情况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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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老规矩 您能不能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包括您这个推特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推特名叫纵横日本 我们之所以做这个推特主要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在华人这个群体中 有很多人是对日本有很多的误解 这个原因也大家可以想象的出来 因为长期以来在中文互联网上 对于日本的信息的传递 都是增加了很多噪音的 我们是希望能够向华人传递一个真实 而且有视角的日本 大概从2019年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 好的 2019年开始做这个事情是吧 对 你们也是一个小的团队 除了你以外 对 我们是一家公司 其实在日本也是做和服务华人相关的业务 然后这个媒体是我们其中的业务之一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业务呢 比如说您说到业务这个词 对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也做包括华人的移民 不动产 签证一系列相关的业务 对 帮助润的是吧 帮助润的这样的事 然后那行 我们就直接入正题 这个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现状吗 您是说刘丹红还是之后咱们说彭洪凌的 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 而且连续那个人丽花抱出来两个人 这个事情 首先这两个人他也还有没有可能再参选了 其次日本社会对于这种事情怎么反映 是这样 首先这两个人是挺不同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还很难归为一类人 这个之前这个原田优美啊 原田优美的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 就刘丹红的信息还是很简单的 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工具人嘛 这个之前无论是我们在推特上 还是之后这个丽花孝志 他自己发出来这些信息 大家也都能看得很清楚 然后这个彭洪凌这个人呢 你要说他接下来不会参与日本政治 那是不太可能的 他以前参与过吗 参与的很深 因为我怎么说呢 也没发像您 一会儿我们录完了 可以给您发一些图片的资料 他这个 对对对 彭洪凌他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很有钱又有闲 然后他很早以前一直以来 他的报复呢 就是这个叫世界爱犬联盟 他是世界爱犬联盟 他说他是创始人嘛 然后呢 他可不光是在日本有很强的政治抱负 在美国 英国 意大利 多个国家 他都希望能够通过影响当地的议员 能够实现他这个 全世界禁止吃宠物的这个愿望 可能我们 他所有的 他唯一的这个政治 公开的政治诉求 就是要禁止吃宠物的 或者办理动物的肉 对 这是他公开的政治诉求 当然他私下里你说有没有别的 我们实在是不清楚 但是他很多年来一直以来公开讲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他在日本呢 大概和几十个议员 有长期的接触 而且是多年来的接触 所以你说在这件事情之后 他不再这个参与日本政治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在日本自己就有三个政治团体 他自己又办了三个政治团体 一个叫犬猫党 一个叫令和政经研究会 一个叫玄进会 这个玄就和他那个玄灵 应该是同一个对来源的 第一个是犬猫党 肯定是跟动物群有关的 政经这个是跟政治经济有关的 对 这个令和政经研究会 令和就是日本现在的天皇的年号 是 然后第三个叫玄进会 应该就是从他这个玄灵这个玄来的 也是跟政治有关的 对 也和政治有关的 OK 他如果说只是宠物作为第一个诉求的话 在日本我相信不会有吃宠物的问题吧 美国 英国 意大利 应该也都不会有吃宠物的问题 难不成他们想是 他是他的公开的政治诉求 是要通过影响美国 日本 英国 意大利的 这个相关的议员 对于中国跟韩国 就是这个国际上有名的 吃宠物的这两个国家 进行某种程度的影响 他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有的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 当时他一开始的打法是想通过 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这边 影响中韩 包括粤 包括台 这几个吃狗大国嘛 影响这些国家的这个 法律制定 以及民间的这种意识 对 他是有这方面的 但是后来呢 他逐渐的 他的想法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我举几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在他的这个官网上 他在官网上 他专门写过 他为什么要这个进入日本政坛 他说这个日本很多年轻人 是不参加投票的 但是另一方面 日本人很喜欢养宠物 他就他的原文这么说的 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 专门为犬猫服务的政党 如果通过犬猫党 在政治层面上推动国会 设立各种法律法规 将来可为各国所借鉴 他是看中了犬猫 爱犬猫的这个爱宠物人群 在各个国家 可能都是一个很庞大的 而且很有凝聚力 和号召力的群体 他的想法 如果我们发动这样一群人 他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这是他的 对 这样的想法 日本没有相关的伴侣动物 相关的法律吗 澳大利亚好像是有的 有的 有的 都是有相关法律 但是这些国家 因为就像您说的 他没有吃犬猫的这种社会问题 所以说这些国家很难有专门的法律 去说禁止吃犬猫 所以这是他要推动的一件事情 OK 听起来挺不错的是吧 除此以外 我查了一下 他也就是最多一些在中国 在很多边远地区 包括上海大学捐钱 支教这个东西 所以除此以外 没有很明显的其他的政治目的 所以您刚刚说 他跟刘丹宏是不一样的 我们回到刘丹宏这个人上面 刘丹宏是什么情况 就您理解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刘丹宏其实是一个 用我们的话说 是非常标准的在日华人形象 您刚刚说工具人 您能解释一下工具人吗 工具人怎么讲 比如说在日本 有大量的这样的华人 他们已经在日本 都已经可能20年30年了 然后无论是身家 他们的国籍 家族 资本 全都在日本 名字也都换成了日本名 国籍也都换成日本国籍 但是只需要中国有一声召唤 党只要伸一根手指头 他们立刻就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随时听从号召和指示 我们就是认为这种人 是很标准的一类在日华人 也叫工具人 我可以这么理解 他们是属于一个傀儡的角色 他们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 他们只是根据召唤来做事情 是的 他们就是一个工具 他们包括你看这次 他宣布竞选 原田宣布竞选之后 网上风起云用的反对声 他直接就关机了 不敢面对这一切 然后 丽花孝智就NHK党的党首 丽花孝智想去联系他 好不容易抓到他开机之后 原田说 我必须要带律师去见你 然后他无论丽花孝智 跟他说什么话题 律师都会在旁边记录 然后丽花还很奇怪 说我们这里又不是什么警察 询问 对啊 我们党内在这跟你商量 党内跟你商量 你还带着律师来 要不要报警 对非常奇怪 然后而且很多一些问题 他在回答前都需要 跟律师交头接耳 就让丽花非常不爽 说你一个要当政治家的人 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自己都不能做主 也不能做出判断 那你是吧 是不是要带律师到议会里面去 国会要带律师去 非常奇怪 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首先一个挺 当然第一个是挺丢人的 第二个我觉得这是 也刺面反映了这个人 其实没有任何从政的素质 他其实都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对完全没有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你刚才说他是工具人 他工具人 他每个人要当工具人 必须有原因 你觉得他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是利益还是感情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他的私交好友 也没法就他私人的事物 做出什么更多的分析 但是从我们了解 大多数这些人来看 利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非常重要 比如说像刘丹宏 他在日本的几个大的业务 一个是他的大巴车公司 他的巴士是中国驻日使馆的 专用的这么一个出行服务商 比如说他之前最出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2020年疫情刚刚开始 一个叫钻石公主号的邮轮 在日本停靠 上边几百个各国的游客 无处可去 其中有大量的华人 然后当时中国大使馆 找不到任何车去接 因为没有日本司机院去接 然后刘丹宏说 那这时候我来吧 他就派他的大巴车 去把上边的中国人都接到了机场 送回了中国 因为这件事情他也参与了 中国叫世界华人华侨春晚 我看了那个片段 当然晚会上面感觉是很煽情了 但是你这么一说的话 他其实是受命而为 这个里边拥有大量的利益纠葛在里边 你想吧 他的包车业务 包括他还有国际的这种 应该是医美旅游 甚至于可能有相关的不动产等等的 贸易的业务 都是和中国大陆紧密相连的 那么如果在中国官方这边 有一定的挂靠 或者说是认可的话 那对于他来说 那肯定是非常如虎添翼的事情 了解 这个潜规则大家都明白 在澳大利亚本地的也是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什么 澳大利亚本地其实很早 可能都十年以前就开始有类似这样的 类似在日本的现在的这个做法了 比如说去 那个小党 甚至大党里面 去试着往上走 那为什么在日本 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 就是有统战背景的人 结果被揭发出来 嗯 是这样 就是其实之前陆陆续续 也有一些人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吧 嗯 那个 比如说 这在这个 刘丹红之前最著名的人 当然是李小木了 嗯 李小木 他这个父亲是 这个老红卫兵嘛 这个 然后也是解放军成员 然后 他本人也是来日本之后 说誓死和这个恨国党斗争 这么一个角色出现的 我听有人在我这留言说 他是在那个 是哪 星宿拉皮条的是真的吗 对 他是星宿歌舞伎厅出身的人 他在那里就是做日语叫案内人 案内人其实就是带你去各个店里去玩的 这么一个角色 其实也是正常职业 正常职业 没有什么所谓拉皮条这么一说 您继续 对 他其实从2015年 就已经参与了 新宿区议员的 这个竞选 新宿区是 东京应该算是 这个第一大区了吧 从这个 经济能力和影响力上来说 他15年和19年竞选了两次都失败了 这个 对 这是 这个刘丹宏之前最有影响力的 还有两个可能 华人圈不太熟悉 但是他们已经比较扎在日本 比较深的两个已经规划的中国人 一个叫丁小勇 丁小勇 他的日本名字叫地井少府 他竞选的是 祁府市 日本祁府市的议会议员 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业务呢 他 他开了一个叫银色时代诸事会社 这个公司呢 是中国国务院旗下组织 百分百出资设立的 然后 他的业务是把日本老人带到中国去养老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然后他2019年呢 他带队参观了杭州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 他的参观结束后半年 日本祁府市的领导也到访了杭州 然后说要和阿里巴巴建立世界首座叫AI中华街 引入中国大数据技术 是吧 听起来非常的高 非常的那个 对对对对 非常熟悉啊 对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叫张显丰 他也是规划了 规划到日籍 他的日本名叫张氏显丰 他竞选的是日本冲绳县的中城村议会议员 他也是像李小木一样 2018年和2022年 2018年和2020年两次竞选 也都是落选了 这个人 他以前的角色呢 叫冲绳华侨华人总会会长 他最著名的事情呢 是当年中国不是有七个登陆日本这个鱼钓岛 中国叫钓鱼岛的保钓人士嘛 登上去之后被这个日本的这个海警给扣押下来了 因为你登陆了其他国家的领土嘛 侵入别人主权领土 然后呢 最后是这个张显丰 这个受这个福岗的中国这个领事委托 给他们准备好了 给这七个保钓人士啊 准备好了衣服 给他们联系好了专机 把他们一路送回了中国 这个就是说 他其实和刘丹宏这个都是非常像的 一类人 单纯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啊 老实讲啊 单纯就是比如说去钻石 去游轮上接中国游客 或者去把这个保钓的人送回去 这个事情本身都是 我可以甚至可以讲就是好事嘛 是吧 但是如果说他是受命为之 或者说他是用做一种这么做呢 他是用来一种其他的一些目的 这个就 当然我们也不诛心了 我们也不诛心了 我们也不是讲刚才您说这些人就一定是 有什么别有居心 他们或许就是 是吧 只是想做一点事情 我们只是把就是事实吧 摆在这里 怎么分析 大家可以自己看 对 这些所有的跟这个在日本的政界呢 有所有所企图的 有所作为的这些华人背景的 就这就这么多了 是吧 目前主要是这么 可以说是五个人吧 林小木 丁小勇 张显峰 刘丹宏 还有这个彭洪林 在刘丹宏跟这个彭洪林的这两件事情 出来以后 日本社会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这个他NHK党内我们都知道了 很沮丧 日本社会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其实他们现在影响力 其实还不足够到 让日本社会都认知到 因为日本社会还是一个 怎么说呢 用中国人视角来看挺傻的一个民族 他们对这些事情敏感度不是很高 在这个网络上 当然有一些人是对这个事情有讨论的 然后也逐渐的扒出来 比如说曾经和这个尤其是彭洪林 有过来往的这些日本议员 让他们都站出来给一个说法 但是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也很难说再去说一定要提防 这个所谓的中国规划人去日本参政啊 有一些日本议员有类似的声音 但是这种决议我相信是比较难去通过的 了解 了解 OK 对 我们回过来讲 刘丹宏跟彭洪林 他们都是要进入NHK党 我当时 我之前就耳闻 有一个党专门为了什么NHK的 让底层民众也能够享受免去什么NHK服务费 但是这样子准备组了一个党 这个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在这个党里面通过这个党往上爬呢 是这样 NHK党它本身是立花孝制发起 立花孝制以前就是NHK的职员 他在NHK的时候做的风生水起 可能当时30多岁的时候 每年年收入在日本就超千万了 在日本就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但是之后他就是自己又跳出来 觉得NHK作为这种公共播放机构 然后同时又向国民去征收这样的收视费 是不合理不道德的 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 作为他的政治理念 结果没想到他做了大概有将近小十年之后 在2019年竞选成功了 成为了日本国会议员 对这个事情还比较令他的支持者振奋 但是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党毕竟他就这么一个核心主张 别的事情他做的别的事情 大家也记不住 他之后做了很多的尝试啊 大家也记不住他有没有别的政治企图 所以他现在很害怕 再过三年吧 就该整体的重新竞选了 他就怕这个党在国会是在留不住的 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担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他推出了一个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就是说说白了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以NHK党的这个支持者的名分 我们去支持你参与这个日本国会议员的竞选 不用你不用是党员 你不用是党员 你也不用认 你也不用认可我的这个 用中文话说可以叫火线入党 OK 就是说他大概在视频中 我看他跟那个刘丹宏 他们大概说法就是 大概几件事情 那么比如说我们NHK党的几个宗旨 肯定是反对NHK收费之类的 这个你没有问题吧 那刘丹宏肯定说我没有问题啊 那这个我们这个接下来 这个参与竞选的一系列的活动啊 你是否能够如期配合啊 我都能配合啊 那当然有一个问题在台面上不能问了 就是这还有600万日元的竞选经费 你能不能交 你如果这个也能交 大概就这么三四个问题 你没有问题 那你跟火线推选 就被干了 占了 没有问题的 就是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党内经费的问题 一个是候选人的问题是吧 这个经费倒也不是给他的 是日本竞选的一个保证金 保证金 对 是交给这个国家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人不交钱的话 只能让HK党去交了 这个成本还是蛮高的 那我纳闷啊 哪个党会采用这样的政策 就是说啊 我怕我选不上 然后你们社会有贤能之士 都来当我的这个候选人吗 然后这样就能选上了吗 我脑子里面 就有点不符合政治科学原理 因为是这样 在日本的那个国会议员竞选 它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选区制 就是顾名思义 就把日本分成 对划分成那个很多个地图 一小块一小块地图 每个地图呢 有数个候选人 争夺这一块的这个选票之王啊 很简单 谁票高谁就当选了 另外一部分的席位呢 是交给这个比例制 比例制呢 就是全国的所有的票汇在一起 然后呢 根据一个数学公式的算法 按比例分配给各个党 嗯嗯 对这个我们这儿的参议院 参议院一样 对对对 哪怕一些票数不是那么高的党呢 其实也有机会通过比例制 出现一到两个国会议员的 那么作为NCK党 它的打法就是希望 通过这个大量的这种 奇人意识 这个加入他们的竞选呢 扩充他们的总体票数 他们单个可能都不能当选 但是这样 这样大量的人 扩充了NCK党的整体票数之后 他们在比例票上 就能拿到一到两个议员的席位 那他们就可以延续香火 不会被国会踢出来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也挺有道理的 其实按照如果日本这个制度的话 你想一个犬猫党的人 是吧 一个华人社会的人 是吧 你进来以后 你可以吸引大量的爱犬 爱狗爱猫人士 吸引大量的华人的票 拓宽我这个底盘 NHK党的话 但是我看他的视频 就是质问他说 你是喜欢中共还是不喜欢中共 日语是这么说的吗 是说 对 就是说 其实日语 其实问的比较直接吧 应该就是 你对中共的态度是喜欢还是讨厌 对 那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他们来的时候 你又没有问你是不是喜欢中共 人家也没你也没问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又突然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NHK党上面是怎么考虑的 是不是这是日本社会 从政的一条 一个红线呢 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开始 最开始宣布 这个支持原田 有美竞选的时候 是没有提出这些问题的 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走了一个过场 那天大概也就20多分钟 30分钟的这么一个 YouTube的视频直播就结束了 但是结果一时机起千层浪 大量的人涌入 说丽花孝志你这么搞 不可以 这个人是不是中国的间谍 我们也不知道 你怎么就把这么一个人推上了 有可能成为日本国会议员的 这么一个途径上了呢 然后他就也觉得有点受不了 包括党内的他的二把手叫黑川 也不太能认可这件事情 所以说他是内外交困 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说法 对不是这个党 不是这个NHK党自己是反中共的 而是这个日本整体社会 觉得你把这么有嫌疑的人上来 是不行的是吧 可以说日本整体社会 反对与中共有联系的人 进入这个政界 对肯定是这样的 当然丽花本人也表明了态度 他本人对中共也是非常讨厌的 当然这和他之前 在党的这个决议上 他是不会轻易表现出来的 但是因为大量的人就给了他这样压力之后 他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否则他会怕自己的支持率会有下降的危险 是 我以前做了一个节目 做了一个调研 就是日本有一个冲绳独立党 我岔开说一点 冲绳独立党 然后他因为中国不是老是宣传冲绳独立 所以他也支持西藏独立 新疆独立 内蒙独立 所以日本的很多小党里面的政策 是特别有意思的 顺便我问一下 日本有没有什么 就是以反共或者以亲共 作为主要的政治纲领的这样的党 可以说是太有了 来跟我们说两个 对 随便举几个例子 你看这个 我们说 这个比如说这个原田优美 是谁介绍给NHK党的呢 是这个 维新党 是吗 对 维新党的这个高义免 他说是这个维新党呢 他原本的这个最早的政治团体呢 是民主党的 他是民主党打的底子 而且这个高义免本身是这个 揪山游记夫 是日本前首相 揪山游记夫事务所的 亚洲中国担当顾问 就是他的老大是揪山游记夫 揪山游记夫 也是民主党的人 然后 再说这个彭洪林啊 彭洪林的这个 介绍给NHK 向HK党介绍彭洪林的是 日本议员 自民党的 对 藤墨建三 他是自民党的 他的妻子 向NHK党推荐了彭洪林 但是藤墨建三原本也是民主党的成员 民主党是全日本最亲共的政党 OK 比日本共产党还要亲共 比共产党还要亲共 这个揪山游记夫 曾经打了一个牌子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阁下和伟大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必将战胜疫情 这么一个牌子 然后民主党的另外一个大佬 叫小泽一郎 是专门会录视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种事情就举不胜举了 太多了 至于另外一集 你说专门对中共 持怀疑 甚至反对态度的也很多 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最讨厌中共的日本政党 叫日本共产党 对 我了解 他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假的共产党 是的 日本共产党说 我们成立的时间比你还早 共产党这个词 共产主义这个词 马克思的思想 都是从日本传到中国去的 没错 我是你们的祖宗 对 然后同行也是冤家 在家这么一层关系 另外一个专门反对中共的政党 叫幸福实现党 这也是一个日本的小党 这个小党在 就现在 今年大概从4月份开始 在东京街头打的海报 它有两类海报 第一类海报叫 守护日本和世界 不被中国的魔爪所侵扰 第二个海报叫 我们不能第二次抛弃台湾了 这两个海报 我觉得就说的很明显了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以台湾为主要的政治纲领的 还是说以人权为主要政治纲领的 还是怎么样 怎么说 它的顾名思义叫幸福实现党 它其实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政党 它本来是说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幸福 人的什么魂 灵 它本来是探讨这些问题的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 如果他们对中共 中国这方面 表示了一些他们的意见的话 他们的支持者会变多 明白了 这个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工具 但是能够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 很有意思 日本这个小党真的太有意思 比澳大利亚好玩多了 最后 我知道您时间也不多 咱们最后说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了 有很多人蜂拥进去 去质问这个丽花 这个事最早爆出来的是由华人爆出来的 我看在推特上面 用日文爆出来这个人的背景 最早谁爆出来的 我还真不太清楚 因为就像比如说我们最早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是华人自己在微信里边宣传的 然后宣传说有一个华人要首次 成为首次竞选日本国会议员的这么一个华人 然后我们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 然后发现这个人很奇怪 然后才去 但是具体说谁是第一个去发出现的 我还真不太清楚 OK 但反正就很多大量从微信里面 从只有华人才能明白的渠道里面 搞出来的各种照片截屏 因为在日本互联网上也有几位日本人 他们的中文是非常好的 然后他们长期会跟踪中日之间的这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澳洲也有 他们跟踪的也是很紧锣密鼓的 我们在发布推特的 同时他们也都在有大量同样的内容 在以日本的方式去发布 对 我相信在日本这边 他们的嗅觉敏锐度也是很高的 对 您之前提的几位 可能包括李小牧 之前参选的时候都没有遇到像现在这样子 感觉到好像过街老鼠的这种感觉 是吧 也是有的 李小牧曾经在新宿街头 就是最繁华的歌舞伎厅街头去竞选的时候 一个日本应该是个中年女性 上去就直接说你是中国人 然后李小牧很尴尬 说我已经规划了 我是日本人 那个女性 我记得没错 说你是中国人 你应该回到中国去 不要在这里竞选 然后李小牧说 他就打个哈哈 说我听不太清楚 抱歉今天很忙 我们下次再聊 然后就赶紧走了 你看这个话要是放在我们这的话 百分之百种族歧视 这个是 但是对 在日本的话 很多人还是很提防这件事情的 OK 对 我印象里面 日本是对于一个民族的认同 是特别的保守的一个国家 怎么讲呢 他也不是特别赞成移民 尤其是他可能对于远东地区移民 可能还稍微的放开一点 对于再远一点 就是说种族的差距更大的一些 可能开放的就更少 是吧 我对日本的移民政策 是这样 你看其实在日本 也有一些比较成功的规划政治家 就是他原本是外国人 我记得没错的话 因为应该是一个 我忘了是印度还是尼泊尔的一个政治家 他是在东京的好像是足利区那边竞选当地的议员 很成功 有很多日本人去真实的支持他 还有台湾的联访 对 有很多日本人是真实的去支持他 中国人这边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日本在 无论是日本国内做的民调 还是全球做的民调来看 日本都是全世界对中国印象最差的国家 没有质疑 对 因为日本离中国也很近 这些年来被中国 遭受中国的负面的影响也很多 所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 以及中国出身的这些人的警惕性 是天然绷在弦上的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 台湾的出身的那个叫联访 应该联访 我说的没错 除了他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在大陆出身的华人 在日本政界 不管是在价值观上 还是融入程度上面 是受好评的 不一定要政界 可能在公众领域是受好评的 如果是公众领域比较受好评的 可能我一下能想起来的是石平太郎 石平太郎是中国四川出身的人 应该我要没记错的话 应该可能也是八九年左右的时候 来到日本 然后他来日本之后 也规划了日籍 在日本的多个媒体上 可以出境 然后有专栏 在日本的影响力 还是很有规模的 在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 很多日本人也都会向他请教的 因为他是已经彻底和中国决裂了 所以他是个什么关系 他是必须要 什么样的华人才能够被日本社会觉得 你这人说话是个公道人 其实在澳大利亚也有这个问题 很多华人都觉得我自己被怀疑 因为我跟中国政府有牵连 什么样的规划的日本人 才能够被日本国内所信任 我们就单单讲华人 跟中国有关的 比如说石兵太郎 他的政治理念已经 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评价 因为他写了大量的书 去讲他的政治理念 所以日本人非常清楚 他想说的事情是什么 但是与此相比 大量的在日华人 在公共领域是不碰这些话题的 就像比如说 以这个刘丹宏为例 那黑川问了他 你对中国共产党到底什么态度 他就直接避开这个话题 不谈了 就说那我觉得 你喜欢不喜欢一个政党 不是我这个从政的风格 我也觉得这个东西 和我从政无关 那这个回答方法 让别人心里 肯定会产生100个问号 如果说 对 如果说我们换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台湾人 不会说台湾人 也不要有任何关系 比如说这是一个菲律宾人 然后别人问他说 你对于菲律宾政府怎么看 他说我不想评价菲律宾政府 也会得到同样的怀疑吗 来自民间 当然我们还要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 就是日本社会 日本社会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几 都是对中国持否定态度的 因为说白了 菲律宾是不会对日本 有这么大负面影响的一个国家 无论从他的能力范畴 还是他对日的态度上来说 都不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则完全不同 了解 那么中国已经很明显的是 如果中国有一天要出兵台海的话 他同时要出兵的一定是冲绳 这个无论是美国和日本 都对这方面已经有 十几年的跟踪调查研究了 已经成为共识和公论了 所以这样的状况下 你如果对这样的一个政党和国家 你没有明确的立场的话 那在日本人眼中 是吧 他就也有他的定论了 对 那明确的立场是不是就意味着 你只有反对中共的 你才可能在日本人看来 你是有可能中立客观的 是吗 我觉得起码 是日本人能接纳你的第一步吧 OK 比如说李小木竞选失败的 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说 李小木身上的中国人色彩太浓了 他不愿意淡化他中国出身的色彩 他在自己的竞选纲领和不断的 他在SNS上的发言中 也不断的说 我想打造国际化的心素 让华人和日本人都能怎么怎么样 这个日本人听了就肯定非常的不舒服 对 了解 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的观点 你在你现在的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跟中国 中共是有相当反感的 这个时候你要做到中立客观平衡 不是说这个问题我不碰 我不拒绝回答 而是你要站在他的对立面 只有这种情况下 别人才会认为你是客观的 别人才会认为你是没有嫌疑的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 很多人觉得我应该 我什么都不用说 你不用比我表态 但是你不表态 你就是站在他们那边 而不是我们这边 不表态就是一种态度了 对 所以这也是我 我希望让更多的在澳大利亚的 同样的如果你在日本的华人 在看咱们这个节目的话 也让大家明白这一点 什么才叫在当前的形势下 什么才叫做中立和客观 好 感谢您 感谢您今天给我们提供这么多信息 跟你聊聊非常开心 下次有空我们再次跟您纵横日本 谢谢 拜拜